MING PAO TORONTO Hi 大家好 我是Kevin 在我以前擔任工程師的那段期間 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看到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我今年正式轉為全職YouTuber之前 我本來是硬體工程師 就是做一些電路、焊接之類的工作 那在我工作的那段期間 就會很常看到有一些前輩、同事們 會裝一個品牌的鞋款 它的LOGO是長... 這樣 反正就是對 非常多同事都有裝那個鞋款 那其實當時我就蠻好奇 到底是什麼品牌 就上網稍微查了一下 才發現說原來它是一個來自義大利的品牌 叫做LOTO 非常非常巧的是 最近他們剛好寄了幾雙鞋子給我 然後邀請我可以穿搭一下他們的鞋款 然後跟大家分享 剛好其實我以前的同事啊 畢竟工程師嘛 可能上班比較頑忙一些 大家都比較沒有好好的在搭這雙鞋子 都是比較簡單休閒為主 那這一次呢 我決定就是拿他們的鞋款 來搭出一些比較有趣的搭配 來跟大家分享這樣 那目前呢其實開學也過了一陣子了 不知道剛上大學的新生 或是剛回到校園的同學們 你們有沒有成功的脫爐了 那如果有的話 一定會非常想要嘗試一下 別人都可以有的情侶穿搭 那今天呢 趁著我們剛好可以用LOTO的鞋子 來跟大家分享情侶穿搭 但是呢 說到情侶穿搭 各位應該都知道我是一個 好 反正總之呢 女方的角色怎麼辦 沒關係 這一次我找來了 我的朋友 他就會幫我擔任這個女生的角色 那我們有請他 好 嘿咻 嘿 嗨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嗨 我是摩亞 摩亞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歡迎摩亞 總之呢 今天我們就會一起來加出三套 親女的參加跟大家分享 然後給各位一些參考 那我們就不說廢話 開始吧 是的 第一雙 好 等一下 我知道大家對你們很好奇 女生去哪了 今天的介紹會以我跟大家分享鞋款 然後女生呢 她去搭配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搭配的想法 那我們先看到第一雙 來自LOTO的這個創跑鞋 它的形狀呢 就是一雙非常運動的跑鞋 那我剛有跟大家提到嘛 這雙鞋款呢 他們的鞋子大概都是1000出頭左右的價位 但是呢 即便便宜 他們的設計跟機能性都不會馬虎 它的鞋面的這個部分 這個編織的部分 也都是全部有通風的設計 所以即便是你運動穿 或是你可能夏天穿 一天 腳都不會非常非常的耐人群味 不會 那個味道不會很可怕 再來呢 除了這些性能之外 它的底部 其實厚度是蠻夠的 所以矮個穿起來 那個身高的加成也是有些效果 那我目前拿到的配色有兩個 一個男生的話就是藍色 然後配上一個比較亮眼的金色的LOGO 那女生的話呢 就是深藍色 然後配上Tiffany綠 然後鞋底的部分是長這樣 但老實講 我個人其實是比較喜歡這一雙的鞋底 因為它的鞋底啊 在顏色上還有帶了一個漸層 以及這個Tiffany綠 本來就是我個人還蠻喜歡的顏色 所以在顏色的選擇上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一雙 可惜是它是女鞋 所以我就是選擇這一雙來做作用 那其實我的搭配啊非常非常的簡單 因為這幾年啊 其實蠻流行運動跟休閒街頭混搭的概念嘛 所以呢在上半身的部分啊 我是選擇了簡單的白褲 以及白T 在外搭一件黑色的背心做一個基本的層次 然後整體的顏色比較簡單 讓亮點可以保留在鞋子的藍跟金色上 那除了這樣之外呢 我覺得這樣單穿可能還是有一點太過單薄 所以呢我又配上了一些飾品啊 還有帽子來加強整個街頭的感覺 就是一個比較街頭啊運動混搭的概念啊 那我的部分呢 是穿了運動內衣還有馬褲 這件運動內衣它不會太短 所以露出來的部分不會太多 而且它的顏色跟鞋子有相呼應到 都是藍色的 照衫的部分呢 我是選擇比較大一點的size 這樣子好像可以跟裡面整套都是緊的 運動內衣跟馬褲 來做一個中和調的感覺 整體呢就是一個我覺得比較舒適 然後可以在都市中遊走的運動穿搭 好再來呢第二雙就是Float氣墊跑鞋 那看到這兩雙呢我不得不說一下 不知道是我的個人少女心太嚴重 還是LOTO他們比較用心 在女生的鞋款設計上 但就連這一雙我也覺得女生的鞋子配色 好像比較可愛 雖然說蠻多男生我在猜啦 可能大家都比較喜歡穿這種看起來比較man 然後顏色比較深的鞋款 但以我個人來說啊 其實這種粉粉的鞋款 我覺得再搭配上會更有樂趣一些 那說到這雙氣墊跑鞋啊 它的氣墊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樣做得非常非常的厚實 同時呢也有加入了避震的系統 所以在走起路來啊是非常的舒服 那上一雙呢是由我先講穿搭嘛 這一雙我們來聽一下女生怎麼說 第二套呢是以一個出遊為概念的穿搭 鞋子的部分啊 因為這雙顏色比較偏粉嫩少女 所以我身上的整體的服裝 都是以一個比較輕盈活潑的色調來做搭配 但是呢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男友風 然後有點寬大的穿搭 所以上半身我就選擇這件比較寬大的白T 再搭配一件漁夫背心 這樣子可以綜合掉裙子太過少女的那種感覺 算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單品 再來呢我的部分一樣 我為了陰影這個帶有一點戶外出遊的感覺 是我是配了一個比較outdoor的色調 用了軍綠色啊卡其色啊 然後軍褲等東西來呼應 這雙鞋子上面有的螢光綠的元素這樣 同時呢我的Polo 3內搭的那件T恤 是選擇螢光的綠色來跟鞋帶的這個螢光綠去做一個呼應 然後讓整體的顏色可以更一致一些 那整套呢就是一個比較以鞋子的色調去出發的搭配 情侶們啊如果你們出門也想要嘗試一下outdoor的風格的話 這一套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最後一雙就是這個LT20喔 一樣來自DOTO的鞋款 這一雙啊其實它整體的外觀的性能啊 跟上一雙Float氣墊跑鞋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樣氣墊嘛然後才配上了披震的效果 所以其實穿起來呢也是差不多的舒服 只是在外觀上啊這兩雙跟上一款的樣子 有一點點些微的不一樣 就是在側邊線條的配置啊以及顏色的對比度 我覺得會比剛剛的上一雙再更鮮明一些 用了非常多黑色的線然後還有綠色跟紅色的點綴線 讓整雙鞋子的複雜度啊提升了一點 然後對比度也稍微強一點 那這樣的好處呢就是整雙鞋的亮眼度啊會高非常多 所以其實搭配上你可以比較簡單 就有一個亮點的展現 那以我個人的搭法其實說配這種跑鞋啊我最簡單 最簡單的直觀配法就是上面有的顏色去做出發 所以呢我就選擇綠色的襯衫來跟鞋子去做一個整體的大呼應 然後細節的部分呢就是一樣用了包包以及帽子的顏色 來相互呼應褲子以及衣服的色調 那有別於上一套比較戶外的感覺 這一套我個人是覺得在都市內閒晃都還蠻適合的啦 再來我的部分呢鞋子整體是顏色比較豐富 然後比較亮一點的 所以身上的顏色我就選擇比較少 用了粉色的衣服來和鞋子的粉色呼應 褲子跟帽子的部分我就選擇了比較百搭的卡其色跟黑色 這樣子可以將整體的重點都留在衣服還有鞋子上面 就像剛剛上一套金屬裙一樣 一材質的搭配就可以在穿很小的情況下更有特色 怕熱的女生好像可以試試看這樣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三雙來自Lotto的鞋款 不知道各位最喜歡哪一雙或是你們最喜歡今天的哪一套穿 大家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但不得不說啊一千多塊的價錢可以有如此的腳感以及科技在裡面 我真的覺得難怪我當初這麼多同事以及先進們 需要選擇裝鞋子來做上班的這個作用 畢竟工作啊是很累的啊 那除了鞋寬本身的價錢非常的平價之外呢 這一次他們還提供了我們一個非常優惠的服務 就是說你們只要消費滿兩千就可以輸入我的折扣碼 就可以再另外折抵兩百塊 同時如果想要到店面去實際試穿體驗的朋友啊 我也會把他們的資訊放在資訊欄裡面 最後呢為了讓各位也可以體驗一下Lotto鞋款的這個腳感啊 我決定抽出一雙男鞋跟一雙女鞋來給各位 那怎麼抽呢其實非常的簡單就是老樣子 那我會在下禮拜呢公佈得獎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言 來享受一下這個Lotto評價卻還不錯的腳感 好那今天是小小螃蟒喜歡 不要忘了訂閱我頻道還有IG然後小鈴鐺 這邊請點燈還有新影片 那今天就這樣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